好,这一节财经产业的消息 我们来看到贸易战持续之下 美国先前呢 申布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课程 百分之百的关税 喊得这么高 接着土耳其也说 对中啊 加深这个电动车关税百分之四十 紧接着就是大家最熟悉 这个欧盟的部分 最新呢 最近也喊出了最高百分之三十七的关税 不过欧洲内部当然很多的国家 都是持一个分歧的态度的 德国联邦政府在7月15号这一天呢 向欧盟提交的立场性文件 内部人士就说呢 这个一切迹象显示 目前德国可能就是会投下弃权票了 不过整体来看 现在市场上确实弥漫着一股氛围 就是他们喊的 大陆啊 这个甜甜的价格导货 让全球拉起了警报 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吗 这当中多国特别点名的 就是大陆的这个新三样的商品出口了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电动车的部分 电动车在去年大陆每出口三辆车有一辆 就会是电动车 全年出口来到了一百七十七万 年增幅高达百分之六十七 比亚迪在去年特别还在西班牙马德里 还有巴塞隆纳开了实体店 推出了三款纯电动车 海鸥相当受欢迎 这个售价再加上西班牙当地的补贴 只要三十二万元冲击业界 另外呢比亚迪今年也在匈牙利设厂预计三年后就可以来做投产了 再来就是太阳能零组件了 已经连续着十六年 它都是居全球首位的全球占比 目前更是来到了高达百分之八十 最后就是大家手之的锂电池也对全球造成了威胁 针对此我们来看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次长夏包啊 他批评说你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问题真的太严重了 并且指控说现今中国面对自己国内消费水准低 经济依赖国内投资和国外需求 但是当前自己大陆内部的房市经济低迷 所以接下来中国大陆只能将过度依赖在外需的部分 来维持自己经济的成长 他说恐怕接下来会引发新一波的中国冲击 我们来看到在回顾当时2001年的时候 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 17分钟通过中国可以入会案 142 142个会员国都张开双手欢迎大陆 如今20年过去了多国对中国的商品 煮起了小院高墙 为何差别这么大 关税战这样打下去 Made in China 真可能在全球逐渐的是变得越来越强势 还是可能示威呢 严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20年前 那个时候美国还有一股这种相信资本主义 全球化 认为说让大陆开放美国的市场 让大陆经济起来之后 贸易起来之后 会有一个很强的中产阶级 开始要求民主化 他们这是一个和平转移大陆 那当时的领导人你看起来江泽民也好 后续的这个包括胡锦涛好像有这种氛围 可能甚至温家宝还提出民主政治改革等等 后来因为压力大变成政治体制改革 但无论任何那个时候的氛围就认为是说 我开放我的市场 大陆可能就像韩国就像台湾 你看有中产阶级兴起 然后大家跟美国的互动多了以后 就受到美国的影响很大 所以呢欢迎他进来 可是我自己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 我说我们台湾这么小 韩国也不是很特别的大 加上新加坡香港 就把美国的那个制造业搞得好惨 我在美国的时候 哇那时候你知道特别是纺织业在美国难卡 他们就想要通过法律也是一样 跟现在对大陆的态度一样 我想说这四个那么小你已经受不了了 我说万一大陆再来你怎么办 结果果然如此 真的是受不了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有个天真的想象 就觉得说我今天开放 透过开放彻底把大陆改变 结果大陆没改变 他们现在也认清了事实 所以现在开始全部都在对抗 但是刚开始我觉得从1980年代刚开始建交 到2000年 大概到2005 08年左右 都还没有这么强烈的认为说大陆有资格 可以挑战美国 可是过去十年左右的发展 我觉得他们已经觉得够了 我们这个所谓的和平演变也好 或者说希望能够改变大陆的这个方向 大概是不可能的 你看连拜登都要讲 我尊重你的体制 不会啊 你的体制就是这样 我不会改了 好的 美国当初一定是没有想到大陆今天会如此的发展 不过这个当然了 这个财政部的次长夏包 他就很生气 他说你大陆产能过剩的问题 是因为你自己国内的经济内需不足 经济不好 所以你就会过度依赖全球市场 委员怎么解读夏包的这一细话 夏包作为一个财政部次长 跟他的业伦一样 都是把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丢到垃圾头 讲一些违背经济学的话 那你这个iPhone手机全世界卖 是美国产能过剩了 那你NVIDIA晶片全世界卖 是美国产能过剩了 还有美国的Nike全世界卖 中国还没有品牌打得过这个Nike 德国的Adita全世界卖 请问你是不是产能过剩 所以我是觉得产能过剩的征兆一定是什么 厂商会大幅度赔钱 没有毫无例外的 这个叫产能过剩 经济学道理很清楚 就像三星最近赔了一大幅度 为什么 它堆了太多记忆体的半导体 结果记忆体的半导体价格下滑 那个下滑多严重 那个下滑是跌到了原来的20%的价格在卖 所以三星你看去年赔多少 今年预期要赔很多 这个在产能过剩 中国现在电动车是供不应求 每个人的排队要等着要买 有人等了 甚至等了一个月 有人还等了半个月 这个是不可思议 你那美国车 你要的话马上就交货 所以你是竞争力输人家 你竟然竞争力输的话 那你又不承认 那你说因为大陆消费水准低落 是啊 大陆的人均GDP是比你低 不过大陆所制造出来的人工成本 当然也会相对比较低 所以在国际竞争力上面 你也输掉了 那你要从这个产力竞争力去思考 你怎么讲了什么一道堆废话 我是觉得他们过去讲什么新疆的强迫劳动 现在讲不通了 因为大陆现在开放全面的免签 大陆就跑到新疆去 他讲不下去了 就开始在编造新的谎言 我是最痛的一种人 你明明是经济学的专家 你却编造经济学的谎言 那你又怎么到经济学校去教书 而且现在的人民币应该是很低的 他以前都说人民币低估 那现在为什么不说人民币低估 对啊 所以荒唐话讲的一大堆 所以再来我们先谈太阳能的组件 欧洲自己生产的太阳能的量 跟欧洲自己所要达成的量 只有2% 他生产不出来 然后90%要靠中国大陆提供太阳能的领组件 所以他要去进太阳能的领组件 对他来讲是 要么你就气候变迁问题你不要管 要么你就是买中国的东西 为什么 他自己生产不出来 这是个现实问题 那你说为什么 你生产太阳能的面板 这种东西很讨厌 跟气候干燥与火有关系 如果气候潮湿你成本会高得不得了 那如果气候干燥像中国在新疆生产 那个气候就天生就是适合这个产品 就像法国适合种葡萄一样 这没办法 那所以对于说他们要在太阳能上面去骂 可是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改变气候 要不要节省能源 那电动车是这样子的 最早提出来是法国马克宏 因为法国说 我尼洛汽车怎么可以被打败呢 我尼洛汽车是国产车 马克宏你照到镜子好不好 全世界没有人把你尼洛当做一回事好不好 然后他一直无法理解 为什么我的空吧做得这么好 我的汽车做不出来 这个是现实 那为什么德国会投汽钱票 因为德国就是很特殊了 德国现在看起来电动车是输中国 但是我未来如果高阶的汽车 可能中国的电动车不一定打得过德国 我举个证据 大陆上面现在卖的最贵的电动车是谁做的 不是特斯拉 不是比亚迪 而且卖得很好 是BMW BMW出了一款电动车 大陆抢着排队买 所以他有他的一种品牌价值 有点像在你们女孩子在买那个想念有一样的 那种状况 所以德国说我干嘛得罪中国 那是我未来 我的高级车最大的市场 而且德国现在高级车 宾四跟BMW打破天下无敌 那现在中国好不容易一个比亚迪 变成三个V 对不对站上去了 所以对于这场仗 德国当然要保护什么西班牙的汽车工厂 法国汽车工厂 还有波兰的汽车工厂 可是对手不是波兰 对手就是法国 那现在其他国家就围着法国在想要对中国克征这个税 可是中国会报复 那中国要反报复的话 就是对法国的葡萄酒 那到时候看谁撑的酒 什么意思 像澳大利也不要跟中国为了一些有的没有的炒火老板 看谁撑的酒 那中国人不喝葡萄酒不会死啊 对不对 可是你法国人到时候葡萄酒卖不出去 你会产能过剩 来中国威胁冲击 这个是来自于美国财政部次长夏包说的 我们别人怎么看 其实这冲击是绝对的 这个新三样当然就是包括美国 包括欧盟祭出这个比较高的税率 但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厂商也有一些布局应对的方式 比如说他比亚迪好几家公司 就到欧洲去设置他的电动车工厂 你看好几个国家也张开双手拼命欢迎 特别我们还注意到 这个连意大利的总理 未来几个月到中国大陆 他也是要谈这个中国大陆和意大利 如何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合作 也因此说是说 但事实上面对这个中国大陆 他的这个因应模式 而且很有弹性 我认为主要还是实际上你有这个需求 也因此你用各种方式 你还是很难挡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厂商 我们都知道他内卷很厉害 因此他很多品牌厂商 都是尸杀了半天 然后终于胜出 因此他在国际上 他的竞争力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这就是欧洲 他陷于困境或者美国陷于困境 他只好先射箭再画白 他无法支援取作这个现象 只好炮制很奇怪怪的 就像刚才蔡伟一讲 他最后根本就出来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